少婦千元演十八禁 賴招脫衣趴 有!當然有! 哇!想不到在摩鐵的生日趴 居然有付費的脫衣秀這麼好康 現在用來辦脫衣趴正夯 蘋果記者月前發現 29歲離婚少婦莎莎 疑似因婚姻失敗及失業打擊 用來發訊息 召集邀請趕脫趕完的年輕男女 參加變裝生日趴 並預告將有十八禁 記得前往新北市土城區 一家摩鐵現場直擊 發現派對就辦在一碗 要價八千八百元 占地百餘品的VIP房內 進房後發現約有十多名男女 參加因多互不相識 所以場面略顯尷尬人情 只見少婦莎莎獨自在訪K哥 莎莎身高約165公分 體重僅40公斤 清秀白皙 被炒熱氣氛 她換上兩截式性感小戶式睡衣出場 在昏暗燈光與眾節奏電影中 狂野熱舞 氣氛變得熱弱後 莎莎又換上超短迷你群集網襪 跟在場男性火辣獵聲熱舞 SPECIO也在此時上演啦 雖然莎莎連續丟出火辣言論 迎來現場一陣歡呼 不過直到結束 記者都沒看到有進一步表演 蘋果調查發現類似半趴方式 目前在LINE上相當流行 大多收錢繳摩鐵費 個人秀另外收費為主 搬一場可進賬約五千元 但律師提醒半趴過程 若有未滿18歲男女客 收費性交或有成年人性交 都是出法 參加者要注意 東新聞台北報導